嗨大家好 我是策判的杨华 今天去银行啊 有一件比较上火的事 我回去去银行求点钱 你知道吗 然后呢 我就已经被巨子门卖了 原因很简单 他说巨子原委的理由是 我不具备核串包检测包包 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现在不是说了吗 对吗 全民已经不必要的在那个 就是这种 全民核串了 对吧 这个东西已经不是日常化了 不是这个 固定化了 就是你可以去捡 你可以去不捡 那我就选择不捡了 对吧 为什么呢 我这人就是听听智慧 对吧 领导说你可以不捡了 那我就不捡了 这个第一 我也不给你们添麻烦 对吧 第二 我也不喜欢被抠 就这么一点 所以我就不捡了 但是我到那时候发现银行说 银行很客气 不好意思 这个规定 我们因为交通知 在我们这 对吧 你进这儿 我还是需要你进这个核酸包包 还是要核酸检测 那我就想知道了 银行到底 当然了 我去那些民生银行 我不知道民生银行这晚上归不给国家管 还是说私人老板叫做封银行 但是他能挂上银行俩这儿 对吧 有这么多分行 这么多支部 他是不是应该看一看政策呢 对吧 那国家政策已经规定了 对吧 不需要 不再需要这种 全民核酸了 对吧 那我就不做核酸了 那为什么现在银行不要往进呢 这个事我应该找谁说呢 我要告 我应该告谁呢 或者说我们辽宁省下这个令 是不是对于他而言 对于在我们辽宁省开这个银行而言 他们可以不接受这个命令的管制呢 我就不得知了 其实这样的事很多 就是拿个鸡毛当中间也好 或怎么地也好 对吧 有些比如说 有些人说的 对吧 虫无狗不得入内公共场合 对不对 那导盲犬 我就都知道导盲犬是盲人的眼睛 他可以出入任何场合 但是你会发现多少起导盲犬无法进入公共场合的东西 对吧 盲人不是人吗 对不对呢 为什么 你们普通人带个眼睛去 对吧 那个盲人只是他的眼睛不好 但是他有替代眼睛的东西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导盲犬 换句话说 这个狗 我们所谓的这个狗 是因为他个人应该享受同等待遇 那为什么他走到很多地方 就会被很多人去阻止呢 对吧 如果我认为国家真的下令呢 我可不可以 比如说 我如果看到一个导盲犬 被也拦在这儿了 我可不可以去告诉他 去告诉他呢 对吧 或者说能不能中判 为什么呢 你所违法的事啊 对不对 我们现在多少人执法犯法 那这种东西到底需不需要管呢 就换句话说 国家说了 对吧 这个合选检测已经不需要了 对吧 不需要成常态化的 那就意味着我可以不需要检测了 那我进去了 他要报告 这个东西 他是不是违背国家意愿呢 我认为是 你说我签个导盲犬 我眼睛看不到 我到哪哪都不要进 就是 对于盲人而言 我听他替什么感觉无奈 当然了 只有一少部分人 极少部分人才能拥有导盲犬 但是你不管他们为什么愿意拥有导盲犬 那国家是不是规定导盲犬可以进入任何场合呢 人能去的地方他就能去呢 那问题你现在哪个发现 四处碰壁 规定在这放着呢 没有人去执行 面对不执行的这些人 对吧 在这个方面上 你会发现 规则倒退了 就是严谨保安说 我就不让你进 你就不能进 那这个时候我打110 或者说我找相关部门 谁能管我 就国家说这个东西允许 你说不允许 你肯定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呢 就像说视频一样 这个视频让你放 你就能放 但是有些东西违背什么时候意外了 就给你撤掉 你没有任何问题 为啥 因为 对吧 管事的下了 你这个东西不行 你这个规定是不行的 你这个规定是行的 合理的规定 对吧 但是你会发现 底下人不执行 但是呢 并且受不到任何惩罚的时候 我们老百姓应该听谁的 应不应该听政府的应该 但是你会发现 政府的人不好使 没有问题 有些人把他放屁 并且把他当放屁这些人 还不需要负担任何责任 这是哪说的你 你说是不是呢 这是说的你 有些人来说 什么事 我听不懂